张柏芝的颜值可算是天选之子 都说美人再古不再皮 张柏芝古像皮像都无可挑剔 而且还多才多艺 在当时的港圈 她拥有一定的地位 张柏芝的奶奶是一个四川美人 结婚以后跟随张柏芝的爷爷到了上海 在上海生下了张柏芝的父亲张仁勇 一家人随后搬到了香港 张仁勇认识了张柏芝的妈妈 妈妈有英国血脉和英国国籍 她与张仁勇结婚后 生下了中英混血的张柏芝和两个弟弟 但是张柏芝父母的婚姻维持了约十年 一两人无法在一起生活下去而离婚 13岁的张柏芝随母亲前往澳洲学习 长大以后回到香港 开始街拍广告出道 那时候的张柏芝被称为小林青霞 是新爷的玉女长门人 特别是喜剧之王中的柳飘飘 成为无数观众心里的白月光 黄金时期的张柏芝 海报卖断货 大街小巷都是心意心愿 多少俊男靓女的青春期 都在这首歌中度过 张柏芝不是特别聪明的女孩子 甚至有点花痴 所以在遇到谢霆锋时 她也沦陷了 在三角恋中痛不欲生 爱情是折磨人的东西 令人牵肠挂肚 谢霆锋和王妃的关系 就像一根刺一样 刺痛张柏芝的心 三角恋最痛苦的 就是最认真的那个人 都是骄傲的人 越得不到的东西越想要 男人也是一样 张柏芝是幸运的 她有向太相助 有谢霆锋父母的支持 她还有良好的自身条件 王妃离过两次婚 生了一个孩子 还比谢霆锋大十几岁 这场战斗 王妃只能倔强地退出 否则她会输得更惨 和心爱的人双宿双飞 这是每个女人的梦想 因为自己喜欢的人 想想都会微笑 但是爱之深恨之切 有时候 明明她站在你面前 你还是感觉到心痛 就像歌里唱的 爱倒不能呼吸 张柏芝那时候是很纯粹的 哪怕她是公认的美女 但她也有能让自己心痛 并且心碎的男人 她明明知道 谢霆锋的心不完全属于自己 她可能什么出格的事都不做 但是她也明白 有的人即使从未出现过 也每天在她老公的心里 站了很久很久 这种感觉最折磨人 我那么爱你 你却不是只爱我 所以在生了两个孩子以后 他们的婚姻还是被击垮了 决定分开的时候 是痛到窒息的 因为这不再是任性地 吵一架再和好 离婚之后 他们再也不亲力了 其实人这一生 可能会经历很多 但是会让你痛的 肯定只有一个 并且面对分离时 你别无选择 有时候爱上一个人 根本不需要对你好 不需要做什么 只需要存在着 张柏芝勇敢地带走了两个儿子 心里的不舍 可能在夜深人静时 就表现出来了 或许已经过了 为情所困的年纪 但是还会失了枕筋 但是这种隐痛 对谁都不会说 三胎的来历不明 或许并不能证明什么 有时候孩子都生了 却并不关乎爱情 张柏芝的三胎之谜 才刚刚破晓 传言孩子爸爸终于有了线索 并且已经将母子两人安顿妥当 那个叫孙东海的男人 已经和张柏芝成婚了 但是好景真不长 这才几个月 关于张柏芝的家事 又闹得满城风雨 比当初和谢霆锋的风雨 还要再大一些 8月份 张柏芝工作室发布了一则消息 称 张柏芝因为身体原因 临时取消8月份所有的活动安排 看来明星平时的工作 真的很繁忙 短短半个月 就有这么多的安排 确实是挺繁重的 对于这样的公众人物 突然取消所有活动进程 肯定会引起诸多猜测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改变自己的行程 一定是有背后的原因 多半都是不可告人的原因 张柏芝才刚刚二婚 理应在热恋之中 虽然两人可能已经相处很久 孩子都有了 先上车后买票 但是好歹也是新婚 总有一个热情期 无缘无故身体抱恙 网友猜测可能是感情出现问题 遭遇家暴 毕竟网友一向喜欢一厢情愿的 为别人的婚姻制造家暴 但是怀疑张柏芝被家暴是有原因的 因为孙东海确实有过这方面的传闻 性感女神李小冉 曾经就是孙东海多年的固定女朋友 在李小冉分手后 曾经就暴露过孙东海的品行 表示自己的这段感情并不开心 孙东海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 并且并不会心疼女人 一个不懂怜香惜玉的男人 再有权再夺金 也留不住女人的心 哪怕她身边穿梭的都是人间有物 没有感情 那也是空虚的 没有灵魂 而另一个女人樱桃 是人人爱而不得的女神 然而孙东海这样的男人 却也不会珍惜 樱桃如此聪明 早就看透了这个男人的本质 潇洒转身 一点都不脱泥带水 归来毫发无损 孙东海是一个家境优越 三代都是企业家 起初从事服装业 后来涉足房地产领域 她因在娱乐圈 结交了不少大佬 而广受欢迎 然而 她也被戏称为 娱乐圈的女星狙击手 她并不会为哪一朵花 收敛自己的心性 女肉换来换去 张柏芝作为单亲妈妈 能够生下她的孩子 确实是与众不同的 只是没想到 这样的光景 也不过是昙花一现 这才几个月 张柏芝就身体抱恙了 据说张柏芝身体抱恙 是因为家暴 网友又一想了一波 真相是什么 还得他们本人拿出证据 才能破晓 不过 网友听风就事语 有时候见不得别人好 恶意猜测 也是有可能的 张柏芝与孙东海的传闻 或许是事实 或许也只是风言风语 转眼张柏芝 已经是四十多岁女人了 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状态却没有什么变化 仍然气质出众 楚楚动人 相比二十年前 可能最大的变化就是他的洒脱和成熟 当年张柏芝和谢霆锋之间还有一个王妃存在 王妃和谢霆锋真心相爱 却得不到外界的包容 女大男小 女强男弱 谢霆锋是一个小伙子 王妃已经结束了两段婚姻 十几年过去了 王妃结束段婚姻有两个女儿 谢霆锋结束了和张柏芝的婚姻关系 留下两个儿子 这一对苦命冤殃 抛弃一切外界的看法 毅然决然又走到一起 他们不需要祝福和理解 只需要彼此之间互相取暖 那些年 张柏芝是被同情同时也被嫌弃的 毕竟在他婚姻存续期间 爆出和陈冠希的不雅肇时 谢霆锋并没有和他分开 表示每个翻身的人都有谈恋爱的权利 并且还和他生下二胎 破解夫妻不合传闻 力挺自己的妻子 但是张柏芝却在这偶遇到陈冠希以后 主动热聊定并且拍下合影 任哪一个男人也接受不了这样的挑衅 如果谢霆锋离婚以后 没有和王妃在一起 或许网友不会那么反感 但是这种吃回头草的操作 直接让大家把矛头都指向王妃 高冷的王妃一直被认为是自私的 生了两个女儿都不负责任一走了之 但实际上他并没有不管孩子 相反还和两个女儿关系密切 网友觉得谢霆锋宁愿给别人的女儿当后爸 也不愿意要自己的亲生儿子 其实谢霆锋对自己的儿子也很好 夫妻关系合不来没有办法 相互绑架是对彼此的伤害 他们三个人的关系 从来就屡不清 当年都说张柏芝是以三的身份介入 可是大部分人又觉得张柏芝和谢霆锋才是男才女貌天生一对 并且挖苦王妃是阿姨 面对爱情和激情 谢霆锋选择了更加年轻美貌的张柏芝 而现在三个人各自有各自的归宿 却也相安无始 几年过去了 谢霆锋和王妃没有婚姻的爱情一直很稳定 张柏芝是一个真正的美人 虽然她作品寥寥无几 说话不够大脑 但是网友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空有其表的女人 离婚以后 靠着综艺和话题 张柏芝混得依然很好很高调 相比王妃的低调 张柏芝恰恰相反 她不仅很快乐很忙碌 还生下了来历不明的三胎儿子 而最近 港媒报张柏芝已经和三儿子的父亲领证 貌似已经名花有主了 先不说谢霆锋后不后悔 她自己肯定没有后悔离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